去年10月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才訓任總書記 這是黨的職務 今年大陸兩會 習近平再次站上了人民大會堂的舞台 毫無懸念的是人大閉幕那一天 他將獲選連任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 正式展開他的第三個黨政軍 三位一體最高領導人任期 相較於人事 今年兩會將審議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更是引發了外界矚目 有分析認為這項改革可能進一步弱化國務院 讓中共黨中央更加擴權 也就是透過了人大投票 賦予習近平一人獨裁的合法性 去年底中共二十大報告中 習近平光安全兩個字就提了91次 香港民報日前獨家披露 中共可能成立了名為中央內務委員會的新機構 整合了公安 移民 戶籍 交通 反恐和反間諜等職能 將原屬國務院的公安部和國安部也改例其下 未來渴望由深受習近平信任的現任公安部長王小洪領軍 因此就把有關於公安國安這兩個部門 涉及到安全部門以及民政部一部的機構 要不要重新做出有效的整合 這個整合就是強化什麼 強化安全的這樣一個機制 強化黨的領導 而確保在面臨到內外重大變局 百年未有重大變局當中 那安全這個議題能夠牢牢的什麼 牢牢的掌控嘛 機構改革方案10號表決通過 預計到時候才會對外透露具體內容 TVBS新聞劉宜俊 陳湘如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